除了把照片从存储卡导入到Lightroom以外 还有一种你经常需要使用的导入方法 是把照片从硬盘上添加到Lightroom的目录 我们知道即使在磁盘上存在照片 只要它没有被添加到Lightroom的目录中 你就没有办法在Lightroom中看到或者修改照片 因此如果你的硬盘上有很多照片 你以前没有使用Lightroom 那么你势必就需要把这些照片添加进Lightroom的目录 你最好建立一个统一的文件夹管理方式 把所有照片都放在一个照片主文件夹下 这样会更方便你使用Lightroom的目录 要把照片从磁盘上添加进Lightroom的目录 其方法与从存储卡导入照片非常类似 我用Ctrl-Shift-I来打开Lightroom的导入对话框 我关闭我的C盘 然后我打开我的E盘 我选择Lightroom Fire Photos 然后我选择旅行 在这里我需要把河南这个文件夹中的所有照片 都导入到Lightroom的目录中 这个时候我唯一需要的是把这些照片信息 添加进Lightroom的目录 而不需要移动照片或者复制照片 简单来讲不需要在磁盘上做任何操作 我只需要告诉Lightroom这些照片在什么地方 因此在复制方法中我选择添加 如果你的文件夹组织并不是非常有序 你希望把照片移动到一个新的地方 并且添加进Lightroom的目录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复制或者移动 其原理与我们从存储卡中导入照片是完全一样的 而你如果选择移动的话 Lightroom将把照片拷贝到新的地方 并且删除原来位置上的那些照片 在右侧面板中没有目标位置选项 因为在这个时候我只是把照片添加进Lightroom的目录 我不需要设定目标位置 点击导入 我就可以把这些照片完全添加进Lightroom的目录 非常非常快 而Lightroom唯一需要做的工作是为我构建标准预览 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时间 当所有标准预览都构建完毕之后 我们就完成了把照片添加进Lightroom目录的工作